在看了我们的独家镜头之后 接着我们要带领的A好康 也就是台北电脑应用展 在今天开展了 那么轻薄鞋的Ultra Book 当然是最夯的商品了 那么价格最多是下杀这个6000块钱 很多学生族趁这个机会 来买开学的商品 有的则是要买爸爸姐礼物 要送给父亲 那特别是今年因为台风的影响 展期少了一天 让不少业者一开始就卯足了全力 来进行促销 甚至还推出了一块钱的Ultra Book 性感的Showgirl大跳热舞 电脑展的游戏区还倒不行 另一边的舞台穿着喜欢卡哇伊的辣妹 继续接棒 丢气球送海报 真的好热闹 来到电脑展这里 除了有Showgirl陪你试玩游戏之外 吃你玩累的话 这里还有棉花糖 那你免费吃到饱 游戏新品Showgirl 民众大包眼福 带了摊位还加码送冰淇淋 给进场的人小小鼠 而且里面还有万元折价券 最想体验新科技的 Epson的3D头戴显示器 也很抢手 笔电 为什么 大学要用 2万到3万吧 看到没 还没 还在找 展场最受瞩目的 当然是Ultra Book 台美日品牌大车拼 富士东打出 一元竞标Ultra Book活动 据华硕推出21公里超博款 杀到34,900 戴了14寸LED机型 内建USB3.0 亮相不到一个礼拜 首卖价28,900元 冬季的21,9超宽荧幕 4万有找 询问度也超高 现场机种价格最多 下杀6000元 至于年轻人最爱的智慧手机 防水相机 买器也很旺 甚至还有人敢来抢购爸爸节礼物 就只是来买父亲节礼物平板 有目标了吗 就这台包 今年电脑展首次延到8点 预估将吸引60万人次 厂商拼出销拼人气 看着满满的人潮 也让电脑商终于摆脱五穷六绝的低潮